截至3月5号11时,共有79个国家确诊新冠肺炎95501例,死亡共计3287例,疫情已遍布五大州,只有南极州幸免。 但在3月2号,世卫组织再次表示,新冠肺炎疫情仍未构成全球大流行。 大流行是指一种新疾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,判断是否使用大流行一词描述疫情时,要对病毒传播的地理范围,所引起疾病的严重程度,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等进行持续评估。 目前,世卫组织并未看到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不受控制的传播,也未看到重症病例或死亡病例大规模出现。 历史上,西班牙流感就属于大流行病,世界30%的人口被感染,约1亿人死亡,感染者死亡率高达20%,离我们较近的一次大流行是2009年的加兴HEN1流感, 导致全球21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60多万人感染,总死亡人数约为28.5万人,而此次新冠疫情的总体情况与上述大流行病还相距较远。 一旦将疫情宣布为大流行病,可能会刺激更多国家推出更高级别的应对措施,给民众带来远超病毒本身的恐慌和损失。 以2009年HEN1流感为例,世卫组织宣布其为大流行病后,大量资源在短时间内都集中到疫苗研发中,致使社会资源分配不均。 该疾病后来被证明影响有限,这让许多人诟病世卫组织反应过激。 研究员表示,如果将一种传染疾病宣布为大流行病,那么全球化可能是最大的牺牲品。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,严重的流行病可能造成相当于全球GDP近5%的经济损失。 较弱的传染病造成的损失仍然可以使全球GDP减少0.5%,例如2009年HEN1流感。 此外,新冠病毒源头和传播机制尚未完全调查清楚,尤其目前还有早期迹象表明,中国、新加坡等国家疫情出现减缓,因此尚不能断定新冠肺炎构成全球大流行。 世卫组织专家3月4号再次提醒,放松警惕才是最大的风险。